現在香港資本主義已經扭曲複雜 一個完全是被控制的局面 香港人就好像地產霸權和香港的倫貸 他們就換貨換貨 金融機構那個市場暫洩都好 他們都在賺大錢不同的地方高薪 他們好像無需負責 香港市民運錢就不斷萎縮 但這些金融機構就是每年的管理費上的益計 我們覺得這個情況是要改變 香港政府不可以不斷偏探金融負權 香港市民應該繼續容忍這些金融負責的剝削和欺利 我覺得紐約華爾街和美國人站出來表現他們的憤怒 香港的情況其實比美國更加樂觀 香港管商無欠金融上的利益輸送 財團之間的互相支持 不好意思 不要緊 不要緊 香港人的聯合上是更加慘 所以我們沒時間站出來表現他們的確保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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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